海贼王,索隆为什么没有霸王色霸气?只因为田给了他更为强大的技能。 霸气是海贼王中的一种设定,目前霸气一共分为三种,分别是霸王色霸气、武装色霸气和剑纹色霸气,后两种霸气可以通过后天席得,而后霸王色霸气则是与生俱来的,并不能够靠修行激发出来。 草帽海贼团中的索隆所具备的霸气则是后两种,两年后的剧情中,索隆并没有掌握霸王色霸气。 在这个霸王色霸气烂大街的时代中,很多观众都为索隆没有霸王色霸气这件事情感到愤愤不平,他们感觉伟田对索隆实在是太不照顾了。 霸王色霸气属于王者气息,一般是想要成王的人都会具备这样的霸气,既然索隆的目标是世界第一件事,为什么伟田不给他安排一个霸王色霸气呢? 这样的话,岂不是更加对得起他世界第一件事的称号,其实并不是伟田对索隆不好,而是他将另外一项更为强大的技能赋予给了索隆,这个技能便是鬼气。 鬼气是索隆独有的技能,早在两年前的剧情中,索隆就已经初步掌握这项技能了,经过英年米霸克的教导后,索隆对于鬼气的掌握已经到了鲁火纯星的地步了,有了这个技能之后,他根本不需要霸王色霸气,原因便是鬼气比霸王色霸气更为实用。 鬼气与霸王色霸气的区别 霸王色霸气目前只能够用来清理小兵,对付一些杂与效果显著,比如陆飞所持有的霸王色霸气,当他释放出这种霸气后,一般承受能力弱或者实力弱小的人都会当场阴过去, 这样的话,陆飞就相当于是节省了大量时间去对付这些小喽啰,剩下了不少体力。 除了对付弱小之人之外,霸王色霸气目前还没有其他任何的用途,这样看来的话,霸王色霸气在强者面前根本就不能够发挥任何的作用。 而后,鬼气就不一样了,鬼气目前所具备的特殊能力一共有两个,一个是震慑弱小之人,另外一个则是鬼气的实体化。 相比于霸王色霸气的清理杂鱼,鬼气似乎在这一方面稍微弱小一点,鬼气只能够震慑对这些弱小之人,让他们不敢反抗自己,并不能够让对方晕过去,不过让对方不敢反抗自己其实和晕过去没有什么太大区别。 而后,鬼气最为实用的技能便是实体化,锁龙可以将鬼气幻化成为战机,也可以将鬼气幻化成为人形的模样,比如他所使用的鬼气九刀流亚修罗,使用完这个招式之后,锁龙的身边会出现两个和他一模一样的人。 手中持有三把刀,这样的话,锁龙就相当于是拥有了九把刀,九刀流也算是名副其实,而且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这些鬼气幻化出来的人并不是幻影,而是真实存在的。 鬼气相比于霸王色霸气确实更胜秘仇,虽然在清理小罗罗方面稍微弱于霸王色霸气,但是实体化方面是霸王色霸气无法比拟的。 大王色霸王色霸气目前并不能够增强使用者自身的实力,也不具备实体化的能力,这样看来的话,锁龙根本就不需要霸王色霸气,鬼气对于他来说更加实用一些。 另外海贼王剧情中掌握霸王色霸气的人少之又少,而后掌握霸王色霸气的人却多如牛毛,足以证明伟田真的非常偏心所隆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